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答案揭曉是怕收到紅單啦 沒想到遠景渾然不絕 10月31號晚上 因為萬聖節活動 台中西區晴美綠園道 聚集大批民眾精心打扮化妝 可都沒這位計程車阿伯來得醒目 因為跳這舞嘛 跳舞以後才能夠拐皮孩子嘛 轉頭的時候我嚇一跳 因為他在那個路口 我覺得稍微有點危險 但還滿好笑的 基本上就是行人走 然後他就是停在那邊 很複的啊 算不太濃在表演什麼 雖然好笑 但卻違反規定 台中市文化局說 必須有街頭藝人鎮 而且要在合法場地 通過申請才能演出 但這個地方 是在草霧道跟市民廣場之間 轉角馬路 轄區警方說 今年已經是第五次 接到民眾報案 被逮了啦 被逮了啦 他叫我不要跳 到場前年近70的計程車阿伯 已經被親友勸走 來不及開出違規紅單 開著名車變向路壩 大約30分鐘 一度造成行人機車徵盪 採訪聯繫當事人 清楚替他解釋 只是享受被矚目的感覺 簡直像被計程車耽誤的 街頭綜藝咖 台灣Michael Jackson Line 我愛台灣 大家一起來 三里